1990年代是台湾养猪业最光辉灿烂的时代 年产值约886亿人 但一场异兵却让我们惨划了脚 一路跌落 民国86年台湾发生口提议 每个国家都禁止台湾的国猪运输到他们国家 除此之外 产业转型的浪潮袭来 猪农们不是站在浪间 就是卷入海底 我们国家的丹麦 这比较先进的 在台湾养生多少台湾 一直用传统的方法 它的生产考论都没办法跟外国相比 我们把口提议在台湾 2020年台湾已成为口提议飞翼区 力求蜕变的养猪业 何时才能转型发展 我叫蕭鹏飞 因为我们在乔母家北京三十年 当然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理想 可以用最好的设计和豬 设计到外国的形式 这个效率很好 这里是蕭鹏飞梦想的起点 他认为科技是畜牧业的救命绳 所以他想借进畜牧大国丹麦 盖一间智慧化猪社 防疫嘛 我们就希望达到跟丹麦一样的话 就是人车分离 像这些肉在小安寸的 在高层的地方 高层 中央旧物购 水会早会较较 在那里就在冰冰 而蕭鹏飞不仅放眼未来 也尊重过去 请益传统猪农 虚先很欢迎说 我们蕭鹏飞要来加入我们 佣地这些三叶 真的 我的感觉要生成好 一定要付出 这些很大 比较大地的时候 很弱 你要把它看 你就要看丹的行为 如果我们有数字 它会每次搭车位 每次搭车位 我们不担完全说 丹子到底的感受是如何 我们可以用蕭鹏去观察 台南柳营 蕭鹏飞的梦想正在起飞 而山的另一端 一个高科技的养猪王国 已矗立台湾 整整50年 你在台湾吃的猪肉 每三头就有一头 可能是福昌的后代 台湾的养猪食 也就是我们福昌的发展食 我的场景是 从设立开始 我父亲 他参考国外的标准 就一定最严谨的一个 生物安全的一个管制 换装消毒物浴 再换装再消毒 唯有通过层层关卡 才能踏入福昌的养猪王国 然而这只是福昌防疫的第一步 来给你介绍这张卡片 那这张卡片就是每头猪都有一张 那这张就是它的生长过程中的防疫记录 在正确的时间 施打正确的疫苗 可以提供小猪 有很好的一个抗体跟保护力 所以像二十几年前的 这个所谓口提液等等 我们场景完全没受感染 就这个主要原因 严谨防疫是平常猪肠 站稳每一步 而让他们拍上高峰的是科技 人工受精的诞生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把产下的新鲜新鲜 然后在我们的品管园 它做检查 那根据它的那个浓度 良率 以及它的精酮素等等 我们可以判断说 它可以做成八到十剂量 同时给八到十种猪肚 通常使用 我们也成立我们的分子育种中心 透过基因的悬育 培育出适合台湾的需求的一个品种 借着DNA的检测与悬育 一个又一个健康 抗病 还拥有雪花般肉质的优秀种猪 陆续在浮昌淡下 这也使他们成为口提液爆发后 第一家外销到越南的台湾种猪厂 亲眼看到那个猪 从货极拉出来的镜头 你的客户去领猪出来 我跟他拍合照 然后他跟我比这样子 那就是最高兴的时候了 虽然说养猪事业是传统产业 或许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一个西洋产业 但是我第一跟大家讲的 它是一个成熟产业 而且是民生必需的一个产业 从事养猪产业 我还觉得我很光荣 对杨姐而言 种猪培育一直是育症当中 因为他们早在二十几年前 就撑起科技这一只长刀 将自己划向世界